东北军查大烟 咱们的事漏了 废话 不漏让我们看这个吗 张学良已经大开杀戒了 今天下午四明九 就把几个烟枪拖上刑场 这次 张学良是铁了心要严查到底 爹 这次你想打马虎也是不可能的了 听说张学良 这次是得到了举报 举报 我明白了 又是那个七倍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他就是想我死 又不想自己手上剑上血 接刀杀人 这七倍 也干出隐姓埋名的勾当了 这老狐狸啊 是先自保后攻击 他心里很清楚 明知来我死了他也走不出血 所以才扔个线头给东北军 让他们找棒出来 成不成都和他没关系 哼 我还就不信这邪了 我看他能把老子怎么样 不是他 是东北军 是他把东北军的祸水印到你身上来了 老弟 你要把自己摘出来 不然的话 我也会跟着沾包 哪那么容易摘出来的 哥哥 做我弟弟的 有一事相求 你说 齐北不是让我死吗 我可以死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出卖你 你得答应我 我死了 帮我报仇 等等 咱们再想想办法 你总不能伸着脖子去让他砍吧 我的脖子 我的脖子能崩了他的刀刃 浩妩 这事必须得请吴小姐帮个忙 你自己跟他说吧 你又不是不认识他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 你要看着我死是吧 好 我试试 都说胡处长啊 是个装钱的箱子 指望李进洁 不往外出 怎么今儿这么大方啊 肯定是有事要求我 吴小姐爱说笑的 早就有心请您 但是怕你不赏这个脸啊 行了 咱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要不然啊 这饭我吃的可不踏实 爽快 爽快 不愧是东北人 跟我们西北人一样 那我就直说了 听说张司令 这两天动了军阀 对啊 枪毙了几个抽大烟的 啊 难道说 还是杀鸡给猴看吗 你说这个呀 我还真想起了一个故事 我给你们说说吧 说 从前呢有一个耍猴的人 手上拿了两个铁圈 一个铁圈呢 是想往猴的脖子上套 另一个铁圈呢 是想往鸡的脖子上套 这鸡呢一套它就挣扎 一挣扎耍猴的人呢 就手起刀落了 鸡的脑袋就下来了 这猴一看呀 吓坏了 一个阵地往里钻 就怕自己钻碗了 脑袋也搬了家 吴小姐看过驯猴 是小时候听耍猴的人 讲给我听的 说到底 这耍猴的也不会砍了猴的脑袋 要不然耍谁去 那倒未必 难道说 真的要把猴的脑袋也砍了 那耍猴的不成光杆司令了吗 看把你俩急的 或者说还没讲完呢 还下半段呢 就到这个时候呢 有一只猴它自以为聪明 跳了出来 它要跟着耍猴的人 学砍头 可是这猴呢 它想砍的不是鸡的脑袋 它居然想砍耍猴的人的脑袋 这坏了 这怎么可能呢 于是这猴的脑袋呢 也就抹了个窝 那就是说 张副司令这次不是杀鸡给猴看 是杀猴给猴看 那行 我也就不绕圈子了 吴小姐 其实请你吃这顿饭 是因为我有个很好的兄弟 身险其中了 怪他 太贪财 可是怎么说那也是我兄弟 吴小姐 你和张副司令私交这么好 能不能说两句话 通融一下 看胡处长说得那么诚恳 我觉得呀 在副司令面前最好别提这个事 提也没用 他不会给我这面子的 怎么会呢 没那么严重吧 我告诉你啊 副司令是最讨厌抽大烟的 他根本就不能容忍 可以说是很痛恨 有一个跟了他十多年的士兵 就是因为抽大烟被他拉出去枪毙了 连赵斯小姐去求情都被搏了回来 你们想想 我一个有名无实的副会长 算得了什么 典型的秩序周冠放火 他当年不一样是个大烟枪 就因为他当年是个大烟鬼 所以他才痛恨抽大烟的 在东北军里 凡是抽大烟的都拉出去枪毙了 当然了 副司令心里也是特别的难过 都护葬这些兄弟们 并且加一拂血吧 副司令啊 是把这笔账 记在了范大烟的混蛋身上 吴小姐 凡事要给他人机会 我觉得副司令也应该是这样 所以 帮老 帮老胡说说情吧 老胡很少求人 好了 你俩呀就别一唱一和的了 该说的呢我都说了 这个忙 真的忙不了 真的忙不了 你撒谎 我撒什么谎呀 齐北就是刨丁 没错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曾经在葛守之面前提起过刨丁 他当时含糊过去了 但是我推断的没错 一定是齐北 不可能 你们之间有仇 你们为什么要保护我摆在中间 为什么 你不能好好听我说吗 已经肯定了 出卖你父母的是葛守之没错 那杀你父母的只能是齐北 你也不好好想想 他们俩跟你非亲非故的凭什么对你那么好 凭什么把你当亲生女儿 因为他们愧疚 因为齐北当天暗恋你母亲 然后你父亲又是他最好的宣传 你不要说我不相信 你可以不信 你不信没关系 你现在听我说好不好 别逗了 再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跟我去过来 我要去问他 我要去问他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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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听我说好不好 他骗你那么多年了 你现在找他他会说实话吗 不可能啊 再说你去你能干吗 我把亲生杀了他 把枪给我 把枪给我给我 来 给你 你敢杀人吗 敢开枪吗 来 拿着 把枪给我рен 我真的认识啊 别担心了 我把枪给我 把枪给我 让你肯定了 他宣传 都给他 你把枪给我 这人拿出来 我便住了 你怎么 rasp 我要亲手杀了他 小黄 怎么 你怕了 你走吧 我是不会跟一个懦府远走法乡的 行 我带 我帮你杀他 我带你 你最好马上没看信 我不希望你会危险 我要亲眼看电子 你还不曾掌测 你才说过 我来就想你 不应该怎么想 我 придист的 你不应该是 似乎是 我来 你很难养 来 来 来 荀座 胡处长 这么晚了又回来了 不是 我是想你应该没走 所以想跟您聊聊 聊聊 我以为钥匙挂在门上的 这我没找着 那就去你办公室 来 说吧 秦总 我输了 给我一半 继续 我输了 我这个人呢 也没什么信仰 是吧 我也不怕承认 就是爱钱爱权嘛 也没什么错 您提报我当处长 我感激不尽 可是 这个处长他狗屁都不是 我没法容忍 我就是个牌位永远供在那儿 你垂帘挺正 我更容忍不了 吴伯英 虎视眈眈的 看着我呢 我心里很明白 吴伯英早晚会把我取而代之 你到西安来只看好一个人 就是吴伯英 对吧 我不过是 权益之下的过渡人物罢了 所以我没办法 我不想当傀儡 我才一定得逼你走 我才能够 可是你会找到 还能够 请你第二位 你现在究童 你又认识 我自己的 你为什么说这些 我明白了 我真的明白了 跟权和钱比起来 命才是最重要 为什么不搏一搏呀 机会可都是搏出来的 许多 您别激我了行吗 我又不是没搏过 我输得还不够惨呢 我跟您这么高明的对手去搏 搏一次 我就自己往悬崖边上挪一步 挪不了了 再挪一步就掉下去了 我还敢搏吗 所以你就认输了 我想活呀 胡处长 我也不想死 可你想让我死 我从不杀人 是 我知道你从不杀人 你都是借到杀人 许多 烟土呢 是我卖给东北军的 他们现在追得太紧了 早晚会把我救出来 消息是你说出去的 可我知道你没把我举报出来 我就想啊 您是不是想给我个机会啊 您是不是想给我个机会啊 我求您了 放我一马好不好 这你得求复司令啊 这你得求复司令啊 爬兵在你手里 这儿可就看糟了 看来你是要见死不救了 上海有个大作家叫鲁迅 十年前写过一篇文章 叫 论废恶 泼赖应该缓信 其中一句 至于如何打落水 则并不如此简单 但看稿之怎样 以及如何落水而定 泼赖 我知道你就是泼赖 黄秀玉的父母是葛寿之出败的 可是以亲手杀的 你真厉害啊 这么大个黄 一杀就是十几天 武波英眼看就要把武装平给揪出来了 要是你 就是把人命又给送到鬼门关去了 你说什么 你比我奸诈十位百位 你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们 葛寿之该死 叫你 好 好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的黄秀玉已经无法逃避 报仇还是放弃 是他必须做出的选择 真是愚蠢啊 你怎么能跟七北翻脸呢 这以后你在挡道处还怎么待下去啊 不是我要跟他翻脸 是他不给兄弟活路 你打算怎么办 事到如今西安城肯定是不能待了 我想带黄秀玉出去 这个小娘们 我看你早晚要毁在他手里 老马 我的事不用你管 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前几次跟东北军卖大掩土的钱 赶紧拢一拢 把账清了吧 行 行 我明天就把它拿给你 喂 喂 小黄 是我 听说你病了 说话呀 我没事 我服务出场了 我下午就会去上班的 放心吧 Floora unfortunate 绝羽 我想到了 胶了 刺激 词伟 鱼 合个 announcement 是你杀了我父母 你都知道吗 你承认了 你终于警告承认了 傻人说是我杀了你 小子 我的齐先生你快点走 齐先生你快点走 我知道这件事你早晚要知道 其实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 确切地说是信仰不同 主义不同 而导致的误会 这完全是误会 李桑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小姐 没有齐先生 你早就死了 是他把你抚养成人哪 你别说了 我不相信 小姐 他为了你 他一辈子都没有成家 他怕自己有了孩子就对你不好 他怕别的女人欺负你 小姐 你可不能杀他呀 趁把你把小姐放开 别让他受了委屈 这件事 让我好累啊 也好 今天就做个了断吧 先生 您不要说了 那时是在上海 我们抓获了葛寿志 他叛变了 供出了一个联络站 我不知道是他们 我真的不知道是他们 你杀了我父亲 是你杀了他 我和你父亲 是大学最好的朋友 我们共同追求杜娟 也就是你的母亲 最后 杜娟选择了皇上秋 你公报私仇 不 那我母亲呢 我母亲呢 他受了重伤 可他不肯受辱 最后自杀了 这么些年 我没把真相告诉你 对不起 是 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请进 初总 吴小姐来了 你来了 坐吧 我去给你倒点水 我去吧 你们聊 怎么了 有个事想求你一下 干嘛那么客气 什么事 听说你们跟哥老慧的人很熟是吧 哥老慧熟到他们上 认识而已 那就行 怎么了 他们惹到你了 不不不不 是张副司令想找他们一下 张副司令要找哥老慧 对啊 不 是这样的 副司令是为烟土的事情 他想查这个事情 可是呢又没有证据 所以最方便的途径 就是借哥老慧来帮忙了 这件事我恐怕帮不了你 为什么 昨天 胡处长的意思你也明白 这件事多多少少都跟他的属下有关系 如果我出面 恐怕会让他下不来胎 明白了 想做好人哪 那好吧 好 陈缺你不为难你了 谢谢 我请你吃饭 真的 地方你来挑 喂 我想见见你 就今天 我在西餐厅等你 小黄 小黄 如果你身体不舒服 可以不来上班 我怕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见面 那好吧 对不起 今天恐怕吃不了饭了 便宝兔 说请的是你 说不请的还是你 太有意思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离了去 就没饭吃了 当然不是 苏干事 走我们吃饭去 我请你 算我呀 进 许多 您找我 有人贩卖烟土给东北军 张副司令很是震怒 许多的意思是 党调处和张副司令一向不睦 城门石火 说啊 央鸡吃鱼啊 我明白了 对了 吴小姐来了 速定把她带到吴处长的办公室去了 知道了 苏盖世 吴小姐 陈组长 陈组长 没事吧 走 没事 我没事 我是想 晚上如果方便的话 咱们咱们一起坐一坐 我倒是想 选做那一大堆事呢 没关系 改天吧 好好好 改天也好 那你先忙 好嘞 走 走吧 东西交给吴小姐了 按照寻作的吩咐 一点没走样 走 小花 好 半天了 你还是来了 就我们俩 对啊 就我们俩 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只是我以为 胡汉狼也会来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以为 今晚就属于你和我 薄英 来 我敬你一杯 小花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想和你痛痛快快地喝一场 来干了 我们俩都不剩酒粒 意思意思吧 好啊 这就是我的意思意思 我要走了 去美国 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你去美国干嘛 累了 去换个环境 寻作知道吗 今晚不要提他好不好 来 喝酒 好 小花 你不要再喝了 你再喝会喝醉的 没关系的 我就是想喝醉 我听说 人只有在喝醉的时候 才会说真话 胡说八道 喝醉了会很难受的 真的 醒了会后悔的 我知道会很难受 可是我不会后悔的 放心吧 你放手 吃饭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问问 都说妻子是干粮 情人是点心 难道 你就不想尝尝我这块点心吗 你动心了 你动心了对吗 不应 我只想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有没有 有没有 小环 好了 你不用说了 我不会勉强你的 不过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你的答案 你先欠着我 你先欠着我 小环我知道你 你对我很好 一直以来 你知道我一直把你当亲人一样对待 就像是 就像是对待妹妹那样 你说什么 妹妹 对 好啊 你可以把我当作妹妹 可是 我不会把你当作哥哥的 如果说齐北的情感世界里还有温情的话 那么这一丝温情来自于黄秀玉 对他 齐北有爱恋 也有愧疚 从黄秀玉身上 齐北体位着一个普通人的情感 而现在 这一切都被胡汉良无情打碎 当黄秀玉握着水果刀冲向他的那一瞬间 齐北的世界里只有冷酷 他懊悔自己对胡汉良的忍让放纵 嗯 博弈 我给你朗诵一首诗好吗 弦泥的燕子 弦泥的燕子使劲地在 我的屋檐下 多少人 曾爱过你 容光焕发的楚楚魅力 爱你的清诚容颜 或是真心 或是作戏 但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他爱的是你 圣洁 贤臣的心 当你喜尽千华 伤识胡言的老去 他也依然 深爱着你 好听吗 什么乱七八八 你懂个屁 不出去 行行行行 过去吧 过去吧 太冷了 来 喝酒 我没事 没事 没事 你没事 好 你没事 可以 你带我去 先上车 来 胡先生 声音呢 还没回来呢 听说今晚上要停电 我还正琢磨要去买几根蜡烛呢 我又怕出去了 关着门 小姐回来进不来 您来了正好 我现在就去吧 那行 好 你去吧 我看着 我没事 博银 你玩我一下吧 你不会吐吧 我是认真的 不早了 好好睡觉 好 我走了 以后就没人再烦你了 我会想你的 行了 你走吧 我看着你走 好吧